就這樣走了 我們卻依然愛著 彼此披著真情的余晦 像星空傾訴盡頭 同在屋簷下的愛 淹沒所有的無難 黑暗中綻放的笑容 可依然鮮花盛開 是 生開的 黑暗中綻放的世界 都在屋簷下的愛 人間真情的尾巴 是 明天的幸福不是嗎 让我们 永远 家伟 回来了 家伟会有事要跟你说吗 是不是我妈催着你 做再生个孩子的事情了 这事不都说了吗 我妈这人不太明白 你放心 跟我妈说吧 她以为生个孩子这么容易 天天你怎么了 疼这样 我想到 那个时候怀楼梦 试了好几次人工授业 怀了又流 怀了又流 好多趟了 我知道 我们有龙龙真不容易 可以说是个奇迹 我以前跟你说 也想再生个孩子 我不是没有这样做吗 你是医生 只要你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希望 我们就算了 我们不勉强 我听你的好不好 家伟 你还记得 我那个同学露露 在深职研究所工作的那个 就是我们 就是帮我们做人工收入的 那个同学 记得 怎么了 喂 喂 啊 青家母 啊 说 你 你说什么 哎呦喂 青家母 不是我说你呀 不是 你是怎么照顾我这龙龙的 我先要跟你说 我 你等到 哎呦 来 家伟 妈 又怎么了 真的怎么了 你这个丈母娘 跑出去买肯特鸡 让她骨头把 龙龙的嘴里给扎出血来了 现在正抢救呢 你说她是什么人哪 妈 怎么会这样 那鞋指着我 妈 妈 这样 妈 不是 这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啊 不是 你们都别急啊 不是 孩子这两天吃什么吐什么 她没有胃口 今天龙龙好不容易跟我说 她有吃鸡翅 我听了我就高兴 我赶紧去给她买 买来了孩子好久没吃肉 她就吃东西太快了 就把那骨头给咬碎了 咬碎了就 把牙龙给扎流血了 现在流血不止 真算 好 不不不 我说你这个亲家母 真你 你也太粗心大意了 我 我跟你说我亲所真要是 三长两岛 妈 我跟你没话 我跟你别了 妈 妈 你在医院 龙龙正在抢救你别这样 好不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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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医院 我不跟你理论 我告诉你 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 我心里更难受 妈 妈 鸡 太理论了 你理啥论呢你 妈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对不起 我妈这人 她说什么话 她都不经过脑子的 你别生气了啊 家伟 你知道 龙龙要真的出点什么事 我也特别难受 你知道我也不想这样子的 妈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跟龙龙感情最深了 妈 今天这是个意外 大家谁也没有想到 妈 现在医生在全力抢救呢 你放心吧 肯定会没事的 咱们就当是 给咱们敲了个警钟 以后咱们大家都注意 啊 龙龙要真的有什么事吗 我是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真的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妈 不会的 咱们龙龙命大的呢 几人自有天下 几人自有天下 对 几人自有天下 龙龙放心 你 妈妈会不惜任何代价救你 妈妈一定会 陆医生 我儿子情况怎么样了 孩子的牙龙里 加了一块骨头炸 引起口腔内出血 我们已经找到了出血店 并且使用了止血药物 血是止住了 不过呀 我还是得说 田大龙的病情很不稳定 每一次的出血 都可能对他的生命构成威胁 所以啊 你们做家长的 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好 我知道了 因为孩子小 不配合治疗 所以呢 我们给他使用了麻醉剂 他还得一会儿要醒来呢 大夫 谢谢你啊 真的谢谢你 不客气 完了 完了 完了去 婷婷呢 爸 您看见婉婷去哪儿了吗 没看见啊 我一直在跟你妈说话呢 这个林婉婷真是的你说 能有什么事 比儿子命还重要呢 他什么人 他什么意思你这是 妈你干什么你 在医院你干什么 我去找找 再来 我去找找 这是医院你知道吗 隆隆是婉婷的亲孙儿子 对 她心里能不急吗 你在这儿 你经常吃了火药同事的 一会儿上秋风发脾气 一会儿说婉萍这个不是 你想干什么 你让人看了心里都不舒服 你知道吗 你心里有人不舒服的 我心里不着急呀 那是咱们田家的单传 懂不懂啊 你着急你着急 你急什么急啊你 我能不急吗我 我 爸 爸 爸 起床家属 请你们安静点 这是医院 对不起啊 对不起 爸 江总任 万婷 怎么了 大龙出事了 我和口腔出血 现在在抢中室 我刚下班 过去看看 边走边收口 我有话跟你说 怎么了 江浩 对不起 我不想用我的事情影响你 可是 这真的不是我本意 要不是龙龙生病 对不起 什么意思 我听不明白啊 你出国之后 我就跟家伟结婚了 我们两个 一直想要孩子 可是怀不上 家伟去检查 才发觉 家伟的金子存误率很低 你家伟有多绝望吗 所以我跟家伟提议 我们可以选择别人的金子 但家伟不同意 然后呢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然后跟家伟约定 再是最后一次的努力 我为了把家伟失望 所以我就听露露的建议 从露露的金子库 选择一拼 你 结果露露 露露帮我选择的 是你的 江浩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我要不是龙龙生病 我永远都不知道那一瓶金子 会是你的 我也不想这样 我也不想这样 我不想要影响到你 太过分了 你们太过分了 露露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江浩 我不想影响你 难得我求求你帮忙 救救龙龙救救我的孩子 对不起 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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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浩你别走 江浩你不要走 江浩 江浩你听我说 江浩你不要走 江浩 江浩你听我说 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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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你刚才去哪儿了 都见什么人了 说 安婷 妈问你话呢 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说 你在哪儿看到婉婷呀 你问她呀 我也等着让她呢 跟大家伙把这事的解释清楚 妈 龙龙现在昏迷 你非得现在问这些问题吗 我就问问你怎么了 你跟大家伙说完不就完事了吗 怎么了 你倒说呀你 好 我回答你 我刚去门诊找江浩 是为了要帮助龙龙 你们也知道 她在美国的朋友多 美国的医疗是最发达的 我这样回答可以了吗 婉萍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妈不就是问你刚才去哪儿了吗 既然是找江医生 你干嘛不可以大大方方说出来呢 再说了 江医生也来看过龙龙 她说现在只有齐带血才能救她 你支支吾吾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我跟你说刚才婉婷 江浩 我求求你呢 你让她来帮你 你这一阵 你都跟大家说呀 说清楚 家伟妈妈 这是医院 孩子还没有醒呢 你 不过我也不明白 你刚才那儿说话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啊 你问你女儿啊 她什么意思啊 我女儿 好了 好了 弄不巧了吗 现在龙龙还没醒呢 算了 对不起 我出去一下 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我真的是不想说什么 婉婷真是个好脾气的人 你上次把孩子你丢了 她没说个不字 今天你又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家伟妈妈 我真的希望你好好的反省一下 我们都是长辈啊 孩子不容易 你 你怎么电话打不通啊 走走 快给我 来来来 怎么回事啊 医疑是我妈病倒了 你快走吧 你 我去 喂 我是林婉婷 我现在在你家楼下 蒋浩 我去求你救救龙陌 就当他是一举陌生人 你也会救他 不是吗 我现在在忙 晚些时候我再打给你 我不管你忙到多晚 我会在楼下一直等 等到你答应为止 谁的电话 医院的电话 那你为什么皱着眉头啊 我有吗 有啊 是吧 依依 我妈怎么样了 心跳和脉搏都很正常 我就知道 没事 这是感冒引起的 你们不用太担心 讲好啊 要是医院没有事的话 你就快些赶过去吧 这儿有依依和洛依呢 放心吧 姨娘 她的姐姐是谁啊 为什么你见过 她又成熟就不好 哪个姐姐啊 依依 不许乱说话 妈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女人啊 我就是医院公司的秘书嘛 长得特别漂亮 你妈和她说话的时候 记得手都发抖了 知道怎么回事了 你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找她呀 你知道这个人哪儿 你之前见过她 你之前见过她 刚才不是依依说我爸的秘书吗 亏得我这两天还憋在心里 就怕告诉你 你会不高兴 原来你都知道了 你们都知道 我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如果连你都不相信我 我做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啊 不是我想不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但是这是我的事情 你不要管 妈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只要还在这个家 她就别想猖狂 回来 罗妮 我和你父亲的事情 我们会自己解决的 你不要插手 妈 记住 妈 你怎么不吃饭啊 还生气呢 没胃口 那我给你泡眼方便面 别动 儿子 我得跟你说个事 龙龙身上有个胎记 就 就 就在这儿 我跟你说 跟她江河是一模一样的 不会吧 妈 你怎么知道 前天下午江河 带着她那小媳妇来看龙龙 给龙龙吃那个叫什么 有那个果 就跟吃吃吃 看龙龙给脱了脱了一份都是 我跟你爸就着急 给他换衣服一脱 看那小媳妇就跟炸了窝似的 寒了 江河 你看龙身上的胎记 跟你这么一份一样 就 就在这儿 妈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怎么觉得这个李婉婷 跟那个江河的关系不乖乖的 就不大对劲 跟那龙龙一出事 他他他他他他就跑去找江河 他凭什么状态 他他他什么人哪 他们俩什么关系啊 你冻冻脑子想想啊你真是 妈 你是不是想说 婉婷跟那个江浩 不对劲 妈 这种事你也敢瞎猜 再说了 就算胎记一样 又能说明什么呀 我是怕有什么事 我跟婉婷多贼 一会儿那影就 阿姨一转就是一个鬼心 那还像你一样 你多实在像妈 那还像我对不对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你傻不傻 你这 妈 瞧你说的 我跟婉婷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 我比谁都了解她 我跟你说吧 夫妻之间最基本的就是信 你说这么多年了 婉婷怎么对我呢 她把心思全用在我身上 把心思全放在我们这个家上 我看得出来 我看得出来 你说 你家好跟李婉婷 不对 妈 来了 大家好 妈 嗯 我可是专门留下来陪你吃饭的 一句没胃口就把我给打发了 多伤感情啊 还说是专门留下来陪我吃饭呢 我看你啊 是不想回家自己做饭 他平常在家里是不会做饭的 要不叫外卖 要不就出去吃 就会说我 你不是也不做吗 这不同啊 我工作累嘛 你这个意思就是 以后我做饭你也做饭 家务活我们一起干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等会儿回去我去洗衣服 你吐不吐啊 你不就是想说男主外女主内吗 真是 看看你 罗尼 江河在医院工作那是很辛苦的 你多做点家务又怎么样了 做家务又不会掉你一块肉 我告诉你 逛街绝对比做家务要累 对吧 妈这教育得对 那些话多跟她说 我这是为了上德听堂 我的用心良苦 你们懂不懂啊 看看你那劲永远有理 我就是真理的化身 还没接就没电了 回去要充电了 妈 老公 你也多吃点 把缺的营养都补上 妈 要不留下来陪你吧 不用了 我这不挺好吗 你们放心 我完全没问题 那你好好睡觉 千万别胡思乱想 知道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有我呢 这样 这样 快 你啊 和江浩赶紧回去 要不然你会越下越大的 对 快要下暴雨了 赶紧走吧 不管有什么事 就给我打电话 我立马就赶到 放心吧 你妈妈没那么脆弱 江浩 快 把她带走吧 好 走了 再见啊 拜拜 路上小心一点啊 嗯 老公 老公 到了吗 快到了 你再密一会儿吧 嗯 老公 快到了 你在密一会儿吧 嗯 老公 到了吗 快到了 你在密一会儿吧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着凉啊你 快进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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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llo 다니 expense 知义 为何洛妮知道吗 我不在乎 我现在只想救你 我想不到别的办法 只有你 江浩 只有你可以救龙洛 你是不是要弄得我家破人亡 你的理智在哪里 你看 你看你什么样子 万一龙洛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才是真的家破人亡 江浩 我求你 就当 就当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龙洛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 只有你才可以救她 只有你才可以给她希望 我就求你 就算我去了 也不一定适合 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听听 你这是干什么 我求你 你这是干什么 你先起来嘛 我不起来 除非你答应 你才不威胁我 我只是在做一个母亲 我只是在做一个母亲 都会为小孩该做的事情 我没有威胁你 江浩 我求求你 我真的想不到任何方法 我才会来这里求你的 江浩 江浩 只要你答应 只要你答应帮我 不管任何要求 我都同意 你觉得我会提什么要求 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是怕家伍跟洛妮知道 不想影响你们现在平静的生活 没有平静啊 洛洛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端 我就不会平静了 讲好 洛洛是我的孩子 这辈子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就是洛洛 我求求你 邦邦隆隆 我求求你 求求你 让我想想吧 先起来 我不起来 除非你答应 我答应你 我 我要求求你 我才会回来 我才会变了 我求求你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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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户都忘关了 怎么回事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问 您找人 您在哪里 您是 擦一擦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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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昊能够救龙龙 我就觉得我任务的辛苦 都没有白费了 小昊 谢谢你答应我 莫婷 你让我太震撼了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们以后去医院做骨髓配对对不对 我答应你 我肯定会去做 你放心 小昊 什么都跟你说了 送你回家还是去医院的 小昊 我明天说 把他逼 вед即迟 走 遥被人 tahu 你是 江太太 这么晚了 早有事啊 江浩大半夜把我一个人丢在家 带着李婉婷讨了 手机还关机 你赶紧给你媳妇打个电话 问问我老公在哪呢 你说什么 这么晚了 江浩跟婉婷在一块 对啊 就刚刚 你赶紧问问吧 下这么大雨 你会不会看错呢 我要是看错就不会找到这儿来 爸爸 老子 你先睡啊 爸爸跟阿姨说两句话 咱们外面说吧 去 江太太 我儿子身体不好 需要休息 至于你先生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也帮不了你 我建议你还是到其他地方去问我 你怎么回事 我都跟你说了他们两个在一块 你怎么不相信呢 这大半夜你就不怀疑他俩干吗去了 我不怀疑 我很信任老太太 你 你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嗯 江太太 你跟你老公之间的问题 你们爱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 不要牵扯到我太太身上 还有 你们夫妻之间如果连一点信任都没有 还早在一起 我儿子需要我 恕不奉陪 姓田的 你要是被戴了绿帽子 那绝对是活该 江太太 我儿子现在躺到病床上了 你怎么回事 怎么没成这样 你去哪儿了 在我们家楼下林的呗 这下你总信了吧 没错 我是为了龙龙的事情 去找为江浩 说得冠冕堂皇 装得楚楚可怜呀 江太太 我儿子现在躺到病床上了 就算我老婆这么晚了 去找江医生 咨询一些医疗的事情 我不认为有什么过分的 如果骚扰了你的生活 我给你赔零道歉 并且我向你保证 不会再有下次了 好 江浩 你怎么回事 你说你跟江浩之间 有什么问题 不能电话解决啊 非要这么晚 跑到人家家里头去 而且还临成这样 江浩 我只要跟你说 行了 有什么话 明天再说 进去擦一把玩意 我怕我现在不说 之后就没有勇气再说 我知道 你这么做 都是为了咱们家龙龙 我信任你 你绝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绝不会做伤害咱们家庭的事情 是不是呀 有什么话 明天再说吧 回家洗个热水澡 别感冒了 好 走 我去拍龙龙吧 停停啊 我一直在等你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都轮湿了 要感冒的 停停啊 停停啊 宝贝老婆 我们在一起十年 有过争吵 有过冷战 却从没有过怀疑和猜忌 我相信 不管你做什么 都是为了这个家 所以我无条件地 信任你 我留意 你怎么回事 我要你 我的孩子 我 你不想做我 我 你不想做 你的情话 我 你不想大人 你刚刚去哪儿了 没干嘛去 你去干嘛了 我刚去找你啊 我看到你和李婉婷 在咱们家楼下 你们俩去哪儿了 我睡了 明天上班呢 明天跟你说 你不说清楚 别想睡觉 别闹了 我困了 你是不是跟李婉婷好过 今天下午在我妈那儿 就是她的电话 让你魂不守舍的吧 喂 是 是她打来的 我没有接啊 我都不知道她找我什么事 这谈不上魂不守舍吧 那你跟她干嘛去了 手机还关机 偷偷摸摸的 她在网上下载了英文资料 有关于她儿子骨髓移植的事 她看不懂就过来找我 我看你睡得挺甜的 我怕吵着你 那我就下去了 下着雨我就跟她找个地方说 有什么不对啊 合着 你还是为了我好 那你干嘛要关机啊 哎呀 没电了 今天下午在你妈家就已经没电了 在充电呢 就这么简单啊 不然你以为多复杂 我看你真傻 我要是跟她搞暧昧的话 我肯定是短信联系 才能暗渡陈仓嘛 哪有这么明目张胆 跑到我们家楼下 你以为人家林婉婷跟你一样 脑子短根筋啊 你说谁脑子短根筋啊 谁说谁 你说谁 你说谁 你脑子短根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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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婷 大楼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我跟你说 我去找了姜皓 我也跟你说了 骨髓配型 婉婷 真的很对不起 给你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我受不了了 我要跟家伟说实话 再这么下去我不行的 你疯了 这是绝对不能让田家伟知道 会炸锅的 我婆那天看见 我在跟江浩说话呢 她已经在怀疑了 我要是不跟家伟讲 我良心过意不去的 那也只能死磕 晚婷 现在是敏感时期 无论如何 忍忍 等大龙好了 你公共突破回老家了 这事就算翻篇了 要是让家伟知道 他不光伤子尊 还会痛苦 难过 影响到你们夫妻关系 以后看见大龙非得纠结死的 你让我想想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